近五年来中国电子烟的内销和出口市场规模都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光是去年的内销数据就达到145亿元 外销出口则是达到1015亿元人民币 预计今年的增长率还会持续上涨超过六成 前景十分看俏 但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 中共政府从5月1号开始实施电子烟管理办法 严加管控生产和零售 随着新政策的上路 市场不坚担忧电子烟行业将面对危机 我想这对于整个电子烟行业后续的发展 就会短期内是有压力的 也让我们的企业 让我们的终端的零售商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当时通过这一系列过渡期 我们的一系列的合规做完之后 对后续产业长期的健康有序发展 是非常非常利好的 在电子烟监控管制的政策下 中国政府也禁止业者在学校周边 设置电子烟产品销量网点 以降低年轻人接触相关产品的几率 未来也会强制统一电子烟的每克烟减浓度在20毫克以下 中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将15岁以上年轻人抽烟的比率 从目前的26.6%降低到20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